所謂正角大亂 民進黨這一段時間 基本上對桃園的布局 看起來並沒有亂了正角 朱主席他做這樣的說法 是活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 看起來比較是亂了正角的 應該是國民黨自己內補吧 但是問題是這個紛亂是誰造成的 不就是你朱立倫主席嗎 國民黨突襲式徵招張善政 引發台灣市長之亂 至今現關爭議能勢不斷 黨主席朱立倫 秘書長黃建廷 以及張善政三人 昨天還開記者會二度道歉 朱立倫還強調 張善政是對的人選 已經有綠營朋友 全家要投給張善政 甚至讓民進黨正角大亂 對此之聲媒體的黃陽明大酸 亂的是國民黨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覺得 看不懂朱立倫主席他的這個說法 因為看不懂有所謂正角大亂 甚至民進黨這一段時間 基本上對桃園的布局 只有一些媒體零星的報導 例如可能會空降新竹市長林志堅等等的 看起來並沒有亂了正角 反而是他們的人選看起來是很多的 所以我不太能理解說 朱主席他做這樣的說法是 活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嗎 更何況看起來 比較是亂了正角的 應該是國民黨自己內部吧 我想其實地方的反彈 如果今天國民黨真的要玩到這個 所謂魚蝕網破的這個局面的話 那當然是國民黨基層不樂見的 所以我相信 檯面上的不管是地方的政治人物 或是黨中央的政治人物 就發揮一些智慧 讓這個溝通能夠延續 那其實這些溝通本來可以早一點做 那既然你這個現在必須要用 所謂的散後的方式 那就把它做好 我想這個藍營的支持者也都看在眼裡 我相信邱議長 他自己也不會是一個所謂的不理性 或是說他也不希望因為他一個人 而亂了整個 也許國民黨的局或是藍軍的局 我相信只要溝通開始的 最後國民黨朝向團結的可能性 應該還是存在 國民黨要先求團結 才能有所謂的往勝選的機會去前進 不然以目前的狀態 我覺得國民黨要在桃園勝選 難度已經非常高了 我想我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今天什麼都把它弄成反串 那難道邱毅勝議長是反串嗎 難道呃 呃呂玉琳委員是反串嗎 難道羅志強議員他是反串嗎 就是說國民黨中央不用把事情搞得這麼 呃翻轉翻轉再翻轉 當你今天你認為張善政是一個好的人選 你該做的就是把內部的溝通做好 而不是說啊今天有人反彈 你就說是綠營網軍徹底故意反串 當然今天呃綠營網軍 他們樂見國民黨內部的紛亂 但是問題是這個紛亂是誰造成的 不就是你朱立倫主席嗎 所以我想根本的問題還是 你朱立倫應該要檢討 到底為什麼要用這麼粗暴的手段 來去徵召提名張善政